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糖类跟它糖类有相关的一些疾病 那我们今天呢教学大纲里面呢会介绍糖类需要量跟它的来源食物来源 还有会介绍到糖类还有相关的疾病跟它的缺乏症 那另外我们还会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乳糖不耐症啊 糖尿病啊低血糖症 还有葡萄糖60酸原器去群酵素缺乏症 还有膳食纤维更深入的介绍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要认识这些糖类的需要量跟食物的来源 并且了解糖类及其相关的疾病跟缺乏症 而且要了解相关的一些小档案 包括乳糖不耐症啊或者是糖尿病低血糖症 还有葡萄糖60酸原器去群酵素的缺乏症 还有膳食纤维等 那糖类的需要量跟食物的来源呢 首先我们知道一般建议最好每天摄取量至少57克以上 不得低于总热量的30% 那糖类呢最好是占着每天总热量的50到68% 那每天的总热量假设是2000大卡的话 那么至少要600卡路里呢 是来自糖类 也就是至少要每天至少要吃150公克以上 比较好 那在饮食上的糖类 就说常见的砂糖 它是属于精致的糖类 它是100%的纯品 那蜂蜜呢就含有葡萄糖跟果糖 那也就是说会高达90%以上 那一般麦片 谷类早餐 或者是面粉 干制品 那就有占了70%是属于糖类 那像白吐司 就有50%是属于糖类 那米饭跟通心面呢 大概就是20到30%是属于糖类 那马铃薯呢 大概就是15到17%是糖类 那麦片粥 米粥跟生鲜的水果 大概就是10% 那动物性的食品 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量 是非常少的 因为动物性的食品 除了一些鲜乳跟乳制品 含有一些乳糖之外 像肉类 内脏含有一些 干糖以外 其他的动物性的食品 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量 是很少的 那常见空有卡路里的食物呢 就像一般加工的食品 像是即食的食品里面呢 常常是属于这种 空有卡路里的一个食物 那像这种低密度 营养素的这种食物呢 是缺乏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的 就像那些糖果 可乐 这些只有空有卡路里而已 那糖类跟这个糖尿病 还有其他的缺乏症 如果我们要介绍 这些跟糖类相关的疾病 就是可以说很 因为糖类呢 就很容易造成牙齿的损坏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疾病 像肥胖 或者是心脏病 或者是不正常的 胰岛素的分泌 所造成的一些疾病 就像糖尿病这些 那对于糖类敏感症 还有孩童的行为失控 这些都跟糖类有关 甚至于成人的一些患罪行为 也都是跟糖类的一些 摄取的不正确 摄取是有关的 那另外我们还会介绍一些 跟糖类的一些缺乏症等 那我们来先认识 血糖的浓度 跟它的恒定的控制方法 也就是说 血糖的变化 血糖是指着 血浆中的一个葡萄糖 一般我们是维持80到120毫克 那也就是说 在空护8小时的时候 空护8小时以后 它应该还能够维持 我们身体本身 还能够维持血糖浓度 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就算没有吃东西 血液的正常浓度 的葡萄糖的浓度呢 大概就是在50到100毫克 那吃了饭以后 血糖会上升 那这时候呢 它的正常的浓度上升呢 大概也不会超过到 170毫克以上 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些 调整的机制 我们调整的机制 可以让血糖呢 变化非常的稳定 所以这叫做一个恒定 那对于糖尿病 或者是低血糖症而言 像低于50 如果是低于50毫克 血糖低于50毫克的时候 那么脑组织就没有办法 获得足够的葡萄糖 那高于170毫克以上呢 就会超过肾脏的负荷 而使得葡萄糖 在尿液中很容易流失 所以经常暴饮暴食的人 就很容易造成糖尿病 那低血糖症呢 是表示说血糖值 常常低于这个正常值以下 称为低血糖症 那另外我们又称为 口服葡萄糖耐性的测试 OGTT 那因为个人的血糖控制的功能 是否正常 我们可以进行一种叫做口服葡萄糖的一个耐性测试 叫OGTT 那也就是说在空腹八个小时以后 引入含有一百毫克的葡萄糖的一个水溶液 这时每隔一个小时抽血 检验它的血糖浓度 观察血糖的随时变化的一个变化曲线 如果两个小时之后仍然居高不下 那么就表示血糖控制的功能已经偏离正常 那血糖的浓度健康的人呢 即使在吃完饭后大概半个小时 血糖的浓度通常会高达到最高 那血浆的浓度这时候呢 也不会超过两百毫克 但是糖尿病人呢 他这时候就需要配合进食一些药物 就是要服用药物 或者是说他吃东西就要控制了 要不然他就必须要吃药物 或者是注射葡萄糖来调整血 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浓度 那维持血糖的浓度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身体的恒定控制 是为了维持血糖的浓度稳定 避免过高或者是过低 主要呢 他是由胰脏所分泌的激素来负责调解 那血糖升高的时候 这个胰脏素通常呢 会帮助细胞从吸收 从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来代谢利用 那为了避免血糖过高 这个胰脏素的功能呢 就会有这个帮助细胞呢 吸收回去葡萄糖 这样就血液的血糖就不会过高 但是当胰岛素的分泌量降低了 或者是说失去了作用的时候 那么血糖的控制就会失控 这时候就很容易导致所谓的糖尿病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深糖激素 因为深糖激素称为骨甲骨甲骨 肾上腺素啦 骨甲骨啦 这个深糖激素 它们呢 都是可以使得肝脏的肝糖分解 生成葡萄糖 然后呢 就释放到血液中 可以使得这个血糖升高 那血糖下降以后呢 葡萄这个胰岛素的浓度呢 会随之下降的 那所以呢 就必须要借助这些深糖 深糖激素 或者是肾上腺素的作用 使得肝脏里面的肝糖分解 产生葡萄糖 做一个血糖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深糖指数 所谓的深糖指数 Glycemic Index 就简称为GI值 它的定义呢 是说 吃进去含有5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会使得血糖上升的值的面积 比对于含等量糖类的一个标准食物 对于血糖的效应的一个比值 通常我们是采用吐司 或者是葡萄糖 作为对照的一个标准食品 那影响影响深糖指数的因素 通常这些影响的因素呢 包括了糖类的特性之外 还有食物的组成分 比如说含纤维的量 食物含纤维的量 还有蔬果本身的成熟度 还有食物里面的含油脂含量 还有它的酸度 还有淀粉粒的一个性质 以及食物的物理性质 这些都会影响到深糖指数 也就是会影响到食物本身的深糖指数 那酸糖跟单糖 单糖与酸糖都会使得血糖快速的升高 一般较成熟的蔬菜水果 它因为含有纤维素少 油脂含量少 酸度又低 所以呢 它的颗粒较细的一个食物呢 吸收的面积比较大 深糖指数会比较高 单糖吸收比较快速 单糖跟双糖都会使得血糖很快速的升高 多糖是需要比较多的一些消化时间 或者是说 多糖类需要比较多的酵素分解 那消化的时间会延长 那膳食纤维呢 就可以延缓这样的一个葡萄糖的被吸收 或者是糖类的被吸收 也就是可以帮助延缓血糖的上升 可以有效的来控制血糖 那膳食纤维呢 那膳食纤维含量多 就能够减缓糖类的被吸收利用 食物中在胃停留时间越长 像这些抗性淀粉的消化性比较差 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量含量比较多 可以减缓糖类的被吸收 那这个不容性的纤维又会缩短食物在 肠道停留的时间 那这些都是有帮助于延缓 延缓血糖的一个上升 那液体或者是稀薄的食物 它所含的糖分的吸收是非常快速的 固态或者是粘稠的食物 所含的糖分 它的吸收比较慢 所以除了升糖指数之外 还必须要考虑到营养素的组成 或者是食物的性状 以及它的一些特性 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我们来控制体重 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吃什么 可以延缓糖类的吸收 那糖类的摄取原则 在糖类的摄取原则部分 我们认为糖类是提供热量最好的 来源 那它最好是占总热量的50到68% 所以一天如果热量呢 是2000大卡的时候 那么来自糖类的热量 大概就是1200到1400大卡 那也就是相当于300到350公克的糖类 那为了提供脑跟神经细胞所需要的葡萄糖 通常我们维持细胞中的 立腺体呼吸作用的效率 都必须要避免这个铜酸中毒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足够的糖类比较好 那三餐的主食通常都是选用这种聚合 聚合性的多糖类比较丰富的食物比较好 那通常三餐的主食 我们都选用聚合糖类比较丰富的 像五谷杂粮 根筋类 豆类 蔬菜 蔬菜类 水果类等 虽然蔬菜 水果 牛奶 都含有天然简单的单糖 可以增加这个食物的风味 但是它的摄取量还是要适量的摄取比较好 毕竟它是属于简单的单糖类 多选用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 就可以预防便秘 因为多选用膳食纤维的食物 像这个来自天然食物的膳食纤维 它们因为都是属于多样性的一个多糖类 它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 又可以避免升糖指数高的食物 可以减少这个糖尿病的危险 那尤其它含有不容性的纤维 可以降低息事盐 像小麦的麾皮啊 燕麦的麾皮啊 那如果再配合充足的饮水 那么就更能预防便秘这样的问题 那在美国的饮食指标这边 我们特别要介绍 在美国的饮食指标的建议 对于单糖类跟糖的摄取量 在每天两大卡以上的时候 这些糖类的容许 最多不要超过10% 那如果是摄取1500大卡的人呢 糖类呢 就不要超过6% 那最好不要超过 也就是说这些单糖类啊 最好不要超过5到10%的总热量 所以一般我们在放糖包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的放 因为不要超过10到10%的总热量 也就是说每天2000大卡热量的时候 糖类最好不要超过200大卡 也就是相当于25公克 所以要计算你们放糖的那个量了 那每天如果是1500大卡的人 他的糖类不可以超过150大卡 也就是要小于19公克哦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乳糖不耐症 叫做Lactose intolerance 在东方人的婴儿期 他们都是还有喝鲜奶 或者是食用乳品的 但是成年以后 这些东方人通常呢 就不再消化吸收这些乳糖 因为呢 这些东方人呢 成年以后呢 就会经久不都不吃这些牛乳啊 乳制品啊 太久的时间不吃牛乳或乳制品的摄取的时候 就很容易造成肠道的乳糖退化 乳糖酵素的退化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对于乳糖就不太能够消化吸收 那这种乳糖不耐症的人呢 因为身体缺乏了这种乳糖分解酵素 Lactose 以至于在吃了这种乳糖 或者是牛乳的时候 这些乳制品 就会不容易消化吸收 而使得这些乳糖 不被吸收的乳糖 在大肠中就会产生脏气 或者是产气 那肚子呢 就会不舒服的现象 甚至于会有腹泻的现象 因为它的这些乳糖呢 就被大肠杆菌利用了 那乳糖利用了 就是大肠杆菌呢 利用了这些乳糖发酵了以后 在肚子里面呢 就会产气 然后呢 就会大肠杆菌太多了 就会造成腹泻的现象 所以这样的人呢 就要选用低乳糖的乳品 或者是发酵乳 因为选用这种低乳糖的乳制品 或者是发酵乳 它所含的乳糖呢 就被这些酵素加工分解 那而且呢 这些乳糖不耐症的人呢 最好避免空腹饮用这些乳品 而且每次即使想喝这些鲜乳的时候呢 最好喝的量 少少的喝 那因为使用的这个乳品呢 减量的时候呢 或者是跟其他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 就可以延长食物在胃中停留的时间 可以避免 或者是减轻这个不适应的症状 也就是说 乳糖在我们肠道中产生不适应的症状呢 就是会因为量少 或者是说跟其他的食物一起食用 这样的症状就会变少 那另外我们还可以介绍 诱导乳糖分解酵素的一个深层的一个作用 因为如果你少量 你每次都少量的摄取乳糖 然后以渐进式的诱导乳糖分解酵素的深层 那么像吃优格啊 酸奶啊 起司啊 那经过酵素分解 处理的乳品 或者是吃这些酵素定剂啊 都可以帮助乳糖的消化吸收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跟糖类有关的这个疾病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糖尿病 糖尿病呢 就是血糖控制不良 造成血糖控制无法恒定的现象 那这个空腹血糖值呢 可能都会超过126毫克以上 就是每百cc的血液 它的血糖值超过126毫克以上 那这个糖尿病的症状 它呢就有多吃多喝 多尿的现象 那而且呢 尿中呢会有糖 严重的人还会造成组织的坏死 像眼睛啊 像眼睛啊肾啊血管的坏死 那这些都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 那糖尿病的分类 糖尿病呢 还可以做做为一个分类 它是依据胎岛素的依赖性质 它对胎岛素的依赖性质来分 如果是属于糖尿病第一型的 我们称为胎岛素依赖型 那非胎岛素依赖性 我们是属于第二类型的糖尿病 通常是发生于成年以后 因为如果有规律的三餐的一个餐食 还有运动 还有糖类的摄取 控制血糖 那么这个疾病还是可以被控制的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怀孕期的糖尿病 那是由荷尔蒙改变所造成的 那我们详细的再把糖尿病的患者 他的疾病类型做一个介绍 第一型的胰岛素依赖型 是一种自体免疫的遗传性疾病 它呢是因为免疫系统异常 而造成损害胰岛 这个胰脏分泌 胰岛素的β细胞 损害了 所以呢通常发生的机制是不清楚的 有可能是遗传 或者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异常 所造成的 这个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浓度很低 通常发病的年纪 年纪呢很早 大概20岁以前呢就会有发病了 那这个叫做第一型的胰岛素 它是第一型的糖尿病 它是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 称为第一型的糖尿病 那这种第一型的糖尿病呢 称为胰岛素依赖型的 它呢常见的症状是 口渴东尿尿 而且经常性的饥饿 所以体重呢会渐渐减轻 视觉会模糊 会有异常的疲劳的症状 那患者体型呢会变得消瘦 会变得很消瘦 而且呢必须依赖胰岛素的注射 来控制他的血糖 而且还要严格的控制饮食 这样的糖尿病患者 大概占了5到10% 是属于这种第一型的 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 那另外一种叫第二型的 非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呢 它通常是中年体型肥胖的人 很容易发生 虽然人体还可以 它这个肥胖的病人呢 还可以分泌胰岛素 但是细胞长期过度的分泌 产生胰岛素的一个抗性 或者是说胰岛素已经无法有效的发 发挥作用了 那所以呢 病人呢发病的时候呢 会很缓慢 可能都到40几岁以后呢 才发病 而且呢初期可能是肥胖 而且到了后期啊 就会慢慢消瘦 那它的症状呢 也是有口渴多尿 经常的饥饿 视觉会变模糊 而且会有异常的疲倦 这些症状 那初期不容易被察觉 初会有测这个血糖值 那这个呢 这种第二型的糖尿病人呢 占了糖尿病患 大概有90%都是属于第二型的 非胰岛素依赖型 那这种第二类型的糖尿病呢 发病以后体重就会慢慢减轻 而且很容易感染 伤口呢 愈合非常的持缓 那这种有这种现象 它的症状就是伤口愈合很持缓 然后容易感染 治疗的方法就是要控制 饮食要严格的控制 要注意它的血糖值 要控制它的血糖值 在一个正常的血糖值 而且呢 要维持固定的一个运动 而且它的运动量 还要很固定的 并且要控制饮食 在理想体重 那严重的时候呢 就要配合的药物来做治疗 那糖尿病的血糖的标准 一般健康的人呢 在做进食 或者是换钱的一个血糖 葡萄糖的浓度呢 都是应该在80到100毫克之间 就是每百细细的血液 的这个雪浆的葡萄糖浓度 那如果说它的饭后 血糖的浓度呢 是这个大于180毫克以上 然后呢 睡前的这个血糖浓度呢 是在100到140毫克以上 那就应该要特别 就是一般的健康的人 即使饭后血糖的浓度 也应该要小于100毫克 睡前的血糖浓度呢 就应该在100到140之间 但是糖尿病的病人呢 他呢 即使是在进食 或者是饭前的血糖的 一个葡萄糖浓度呢 都会大于126毫克以上 那我们就要判定 他是糖尿病的症状了 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用 糖化的血红素来做判定 那一般我们说 糖尿病的病人 患后的血糖浓度会大于200 而且200毫克以上 就是一个可疑的糖尿病患者 他必须要验 进食血糖的浓度加以验证 而且还要验证 血糖浓度越高的时候 葡萄糖会与 红血球中的血红素结合 所以他很容易形成 所谓的糖化血红素 糖化血红素 那可以用反应的三个月内的 血糖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准 那这个血糖的长期控制状况的一个指标呢 通常呢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糖化血红素 如果一般如饭后的血糖浓度 大于200毫克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怀疑有糖尿病 这时候就必须要检验 进食血糖的浓度 加以验证 那另外 血糖的浓度越高 葡萄糖会与红血球中的血红素结合 其中就会形成糖化血红素 可以反应三个月内的一个血糖平均水准 是血糖长期控制状况的一个指标 那一般呢 是低于7%是一种理想的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低于7%以下 那如果是超过8%以上 那么表示有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危险性的提高了 就应该要加强控制血糖 那糖尿病的并发症跟它的健康管理 在这边我们要特别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呢 跟它的预防照护的方法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很容易有眼睛的病变 皮肤跟脚的病变 还有心血管的病变 肾脏的病变 还有神经的病变 牙齿跟牙龄的病变 糖尿病的健康管理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 应该要给予一些照护 管理好的话 可以延返他的病情 可以减少病发症的一个症状 使糖尿病的病人生活能够正常化 也可以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所以呢 糖尿病的病人就应该要饮食节制 来控制血糖 那对于低血糖症 那血液中 葡萄糖的浓度异常偏低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头痛 紧张 烦躁 还有饥饿 心跳加速 发抖 衰弱 等这样的一个症状 如果是严重的 偏低的时候 那就会有昏迷或者是死亡的现象 那糖尿病患者 如果剧烈的运动 或者是胰岛素 使用过量的时候 都很容易引起所谓的低血糖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尽快的以饼干 糖果 这些容易吸收的简单的糖类 那立刻补充血糖 那进食的一个低血糖症 通常呢 都是发生在进食8到14个小时之后 虽然没有摄取食物 胰岛素 却分泌过量 那低血糖症呢 它的反应 反应在低血糖症呢 都通常都是在摄取高糖类的食物之后 身体呢 会有反应过度 产生过多的胰岛素 那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维持规律的三餐 也就是应该维持规律的三餐 采用混合式的饮食 避免大量的含糖食物 因为胰岛素的分泌异常 有可能是一种肿瘤的疾病 就应该要赶快的请教医生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蝉痘症 所谓的 葡萄糖六磷酸盐 去氢酵素 它的缺乏症 又称为蝉痘症 患者通常是红血球的细胞膜 很容易受到特定的物质破坏 而产生溶血的现象 当接触某些外来的诱化物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 因为新生儿先天的一个代谢疾病 作为一种筛弦的一个项目之一 那这种蝉痘症呢 就应该要避免使用蝉痘 因为患者不可以任意服用药物 而且要避免使用蝉痘 比如说避免接触耐碗 臭碗 或者是穿有它含有这样味道的衣服 也不要使用浓胆碱 浓胆脂这种脂药水 接下来我们介绍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就是纤维素 跟其他不被消化吸收的多糖类 跟其他的化合物质 那像纤维素 半纤维素 果胶 以及植物胶 海藻胶 木质素 以及年浆 那每天呢 摄取量 建议量是25到35公克以上 那膳食纤维对于消化道的生理呢 是有很重要的影响 可以影响到体内的一个免疫力 那一般呢 应该要摄取高的纤维 因为摄取高的纤维呢 它有协助于 比如说高纤维 高纤维低脂肪 低糖类的摄取 就可以降低糖尿病的罹犯症 尤其是可溶性的纤维 它可以降低血脂肪 降低血胆固存 降低心血管疾病 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 高纤维量能够缩短这个 肠道内的运送时间 可以降低习式炎 便秘 或者是盲肠炎 痴疮 这些疾病的 那每天应该摄取的膳食纤维呢 是20到35公克 因为美国FDA呢 曾经建议说 每个成年人每天 应该要摄取 20到35公克的膳食纤维 那这样子就可以有饱足感 又可以降低体重 维持理想体重 那膳食纤维的成分 主要就是像纤维素啊 半纤维素啊 它本身是属于 这个植物细胞B的成分 它呢 是以葡萄糖为一个构造的单元 虽然单糖成分是跟淀粉相同 但是葡萄糖的分子间 是以β的见解 因而它是不被人体消化 酵素所分解 所以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 利用这些纤维素 因为它是以β见解的 那另外果胶 果胶是植物细胞壁 跟肩脂肩的成分 它主要呢 是存在在水果中 它是维持水果的一个硬度 未成熟的水果 含量很高 成熟以后果胶就会分解 变软 而就像果冻的一些材料 就是果胶 那其他膳食纤维的成分 还有洋菜胶 阿拉伯胶 豆胶等 那植物的胶质跟粘液成分 从植物提取的胶质 或者是粘质的成分 是具有凝胶的作用的能力 在食品制造的过程中 可以当作添加物 可以增加食物的这个粘稠度 润滑感 以及它的安定性可以增加 所以洋菜胶在食品加工上 是很常用的一个食品添加物 那膳食纤维的成分之一 还有一些叫做抗性淀粉的 那抗性淀粉是不被人体消化的一个淀粉 其他像巨浮精 它也是一个人工合成的一个多糖物质 那另外膳食纤维还有一种叫木质素 它是木质的组织 但是这个是属于植物坚硬的部分 并不是属于糖类了 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过多的纤维 是有害的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肠道的 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营养的不足 或者是肠道的阻塞现象 那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 像果胶植物胶拌纤维素 它的食物来源包括木耳 爱玉 鲜草 柑橘类 燕麦 燕麦夫 大麦 还有苹果 柳丁 梨 还有花椰菜 白花菜 马铃薯 胡萝卜等 那不容性的膳食纤维 像纤维素 半纤维素 还有木质素 那其他呢 就像这些不容性的膳食纤维 在糙米 全麦制品 米糊 小麦糊 皮 燕麦 裸麦 大麦 坚果类 果 豆类 还有黄豆 花椰菜 白花椰菜 还有马铃薯 胡萝卜 香蕉 苹果 柳丁 水梨等 都含有很多的这些不容性的膳食纤维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糖类的需要量 一般我们认为说 建议量是糖类呢 最好是供给在58到68% 也就是说 总热量的58到68% 最好是来自糖类 是以这样的一个供给量是最好 好 那第二题呢 就是何谓乳糖不耐症 也就是说 当成年人他的乳糖酵素 渐渐减少以后 就肠道内没有乳糖酵素的 所以当吃进乳糖以后 就会产生不舒服的现象 因为乳糖不被分解 所以呢 就在肠道被大肠杆菌所利用了 就会产生一些发酵的现象 那就会有腹泻 腹痛的现象 那我们就称为乳糖不耐症 就是他对乳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 那例题三 所谓的糖尿病 那一般我们定义说 血糖值 就是空腹 饭前的血糖值 空腹8小时的空腹血糖值 是在126毫克 葡萄糖 葡萄糖在血液中的含量 就是饭前呢 是在126毫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判定糖尿病 因为他可能就会有 很容易口渴 很容易多尿 多尿口渴 然后很容易饥饿 很容易饥饿 也就是有这种尿中带糖的那种现象 那这个就是糖尿病 好 那膳食纤维有哪些 它的需要量为何呢 一般来讲 膳食纤维呢 有又分做两大类 有水溶性的 就像一些果胶啊 洋菜胶啊 那还有不容易水的 不溶性的纤维 像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这一些 它的需要量呢 大概就是 25克到35克 每天 一个成年人 需要量是 25克到 35克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课程 那从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已经了解 糖类的需要量 跟它的食物的来源 而且也知道了 跟糖类有相关的一些疾病 跟它的缺乏症 并且了解 糖类的相关的一些小档案 像乳糖不耐症啊 糖尿病啊 低血糖症啊 还有葡萄糖 60酸炎 去清 酵素缺乏症 还有膳食纤维 等等 都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 和糖尿病